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我之前呢给大家讲了一期 我说现在这个天气突然转冷 现在很多老年人就一遇冷之后 特别容易腿抽筋 然后呢我说我们可以扎这个 扎成山也行 然后点按成山也行 然后我有个朋友呢 以前就是运动员啊 他看了视频之后呢 他跟我说 这个人家万一要不知道协位怎么办 我说不知道协位啊 我说那有什么好办法 我说这个你不是运动员吗 你们肯定有办法 然后他教给我一个办法啊 我觉得这个办法也非常好 他说如果啊 像他的那个运动员都是什么 如果腿抽筋了之后啊 就是你躺 假如说你正睡着觉呢 腿抽筋了 然后你就赶紧啊 你就翻身 你就起来 你都不用下床 起来之后 用脚尖啊着地啊 用脚尖着地 你就顺势 你就蹲下来 就蹲那脚尖着地啊 脚尖发力 蹲那 蹲一分钟 马上就好啊 这是他们运动员的方法 我想 哎 这个挺好 然后呢 我给别人说 他们也试了试啊 试完之后 哎 说这个方法 确实非常管用 所以呢 在这也分享给大家啊 就是你不会找穴位的 就是你连成山在哪 你都找不准的 哎 不妨可以用用这个方法啊 直接记着 用这个脚尖发力啊 把这个后脚跟啊 抬起来 你就蹲那 蹲一分钟 马上就缓解了啊 缓解之后 如果你觉得那个筋 还有点这个酸酸的呀 不太舒服的 然后呢 你可以拿这个手掌啊 揉揉这个腿肚子啊 你揉两下 哎 就彻底没事了 所以这个方法呢 还是很实用的 嗯 今天呢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针灸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 大家好 我是刘红云 近期呢 我将进行这个 董事齐屑的公益直播课 如果想要进直播间 学习的同学 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然后进入头条主页 然后私信给我 我会安排我的助理 把大家拉到直播间